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有些时候神答应我们的事情 却还没有实现 上帝迟到了吗 彼得后书第三章在回应我们这个问题 有人认为说上帝可能迟到了 有人认为说上帝可能忘记了 有人说神可能太忙着照顾别人 以至于没有在管我们 有人认为神没有能力 神根本不爱我 是的这都是人会有的想法 但圣经怎么回应我们这个问题呢 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前书第五章说 神应许的末日还没有来 不是神忘了 乃是上帝有他的时间表 神宽容人 神期待有更多的人把握机会 呼求主名救彼得救 神在等待人悔改 而神也期待你我 成为去领人悔改的子民 神帮助我们把握 今天还有机会听闻福音 传福音的机会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认识耶稣 得着永恒的福分 这一章的要解 告诉我们 主所应许的 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那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那愿人人都悔改 求主帮助我们 相信耶稣正在工作 也等候他奇妙的工作 我们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在我们祷告许久 却还未得着的事 让我们仍然相信 神的工作一定会完成 让我们敬虔 端正忍耐的心 领导人回到神的面前 得向永恒的生命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